这13年12月份意外受伤 下半身就完全没有知觉 现在上你确实自暴自欺过 你以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真的是被害到 叫林涵 我目前在成都布法罗 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做产品测试方面的工作 这13年12月份意外受伤 下半身就完全没有知觉 因为我受伤的时候 当时还比较年轻 当时受伤前两年的时候 确实接受不了 心态上面确实自暴自欺过 我接触外骨骼机器人的话 其实也是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 电子科技大学 然后陈红教授他们团队 带上外骨骼机器人 到医院这边来找患者 视穿外骨骼和外骨骼 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08年左右的时候 陈教授这边 现在他看到汶村大地震 以后有很多的这种残疾人 他们是迫切的需要 对身体进行康复 然后重新的去融入社会 因此的话 他就想把人工智能 融入到目前 我们的康复器械里面去 然后做出智能的外骨骼 我们是第一款能够真正把 结汤患者带起来行走的外骨骼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行走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布台上面需要做一些测试 然后穿戴的体验上的测试 穿戴舒适度的测试 目前所有的知识产权 都是我们自主的 我们需要对人的意识 人的动作去进行一个判别 对于让外骨骼去协同人体 进行一个运动 目前的话 我们主要是针对国内市场 国外市场的话 像古巴 乌克兰 以及日本这样的区域的话 我们现在都有订单 或者异象订单 心态上的改变 我觉得比身体上的改变 可能会更多 你看我受伤以后 我是坐着和你们聊天 从机上这样坐着和你们聊天 或者躺着和你们聊天 就在视线上面就有一种高低感 但是我如果穿着外骨骼 其实我站起来的距离就是一样的 对 视线感就是一样的 因为其实我不是长期坐着 我一样也可以站起来 和大家交流 现在的话 整个状态蛮好 也结婚了 然后结婚了以后 现在也有两个小孩 因为有很多病友 也知道我在穿戴外骨骼机器人 也是有很多的来问我 了解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些研发情况 然后穿戴感受 我现在的话 其实更多的 其实更倾向于是 把外骨骼的一些穿戴理念吧 然后再加上我受伤以后 一些我生活上的一些理念 就让更多人了解 其实受伤以后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自己 真的是被打倒了 或者是迫子 感觉和重症 伍三国food 急便继ности 可怕是